1.7.10 單身模組生存神話 Hello,大家好,咪咕好,我是悟星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1.7.10 單身模組生存神話 那我們上一集呢,重新回到我們Thunware的懷抱 我們也做出了幾乎一整套這個Runic Shield防禦裝備 但問題就是它消耗這個法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獲得解決 然後另外呢我們也做出了一些附魔 把我們身上的裝備給它升級一下 像是我們鞋子就有這個Slow Fold的效果 只要掉落距離達到一定距離它就會自動觸發 那基本上你是不太可能會衰弱傷害 那我們再按它Shift就會強制跳下來了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怎麼來解決我們這個VS不夠的問題咧 所以我就開始瘋狂地研究我們Thunware的各種學識 所以這邊有一大堆的學識 我研究好但是我沒有吃掉,爲什麽呢? 因爲這些學識它都是黑暗魔法 黑魔法,Forbidden Knowledge 那你吃掉這些學識 你獲得這些學識你就會獲得一點的Warp 那Warp是Thuncraft的一種負面能力 但其實也是黑魔法入門吧 如果你要玩到Thuncraft的後期就一定要進入黑魔法領域啦 所以總之我們就把它吃掉嘛 呵呵 這個放著也沒辦法 哇一口氣就多了好多Warp的感覺 然後這Warp它不是只有一種形式的Warp 它有分至少三種 就是包含這個暫時性的Warp 跟普通的Warp 還有一種是永久性的Warp 對總共這三種 那暫時性的Warp是可以想有辦法消掉的 但是普通的Warp或永久的Warp就比較難消掉了 那永久Warp是無法消掉啦 所以我們我們看解鎖了非常多東西 橫跨了各式各樣不同模組的東西啊 包含方塊自己的也都解鎖了 所以我們解鎖了Brain in the Jar才解鎖這個Enchanter 然後才可以解鎖我們這個武士裝 不過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我想要先做的東西是這個 這個Apocrypha Forbidden Magic 因為我們上一集也遇到了那個能量不足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模組 它提供了這個Botania的選項 它其實是一個跨模組支援的方塊模組啦 它可以支援Botania也可以支援血魔法 像Botania路線的話其實很好想像就是利用Botania的道具 做出專屬的法杖跟這個杖端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還蠻方便的法杖 就是它可以直接吸收我們Botania的mana 把它轉換成這個方塊的Vis能量 所以有這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地的補充這個Vis 然後就比較節省一點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做看這個Botania的法杖吧 那它有分成這個Living Wood的版本 還有這個Dream Wood的版本 那Of course當然是Dream Wood比較好一點 然後杖端的話也有分成Mana Steel跟這個Elementium 不過呢這個Elementium的版本的話它會需要蓋亞之魂 那因為我們還沒打過蓋亞所以我們 今天做不出這個我們就直接做Mana Steel版本就好了 那還有第三個選擇你想說哦 不是有泰拉綱嗎 泰拉綱現在可以做吧 它感覺就是超Bang的 但是它就嘲諷你一番 哎呀我親愛的寶貝爾 你怎麽會想到這個這麽Terrible的idea呢 其實這個模組感覺是作者刻意想要 就是整一下玩家 玩家裝這個模組看到有泰拉綱我就點下去 然後我也不看裏面的說明 我就直接把它合成出來 對不對 直接拿這個去合成 哦很簡單 做出法杖之後呢你就會發現 這個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 因為用這個泰拉綱做出來的杖端 然後去做出法杖的話 它其實沒有比較好甚至更差 它會讓你的這個Cose Vs 就一般的法杖都會有折扣嘛 Vs discount 但是用泰拉綱的話 你可以反而增加變成180% 就用的更快 所以基本上泰拉綱這個完全是不推薦 它比較像是一種整能用的玩具 所以最好的反而是Elementium 好了那麽先 先來合成一下 我們現在只能做這個 魔力鋼形式的 我怎麽沒辦法把它集中在一起 一個兩個 好放下我們的法杖 現在是要穿全套衣服 所以直接有Discount 其實用這個也可以啦 好那做出這個Inner Mana Steel Cap之後 還不能使用 它其實就很像我們Duncraft自己的Thumb面 它必須要進行啟動或強化才行 那Bitania的啟動強化其實就是泡媽啦 我們把它丟進去給它過水一下就行了 再來另外一個東西就是我們 這個One Core的部分啦 那根據這個配方 就是中間放一個木頭 然後圍繞這個 這個Bitania的初階跟第二階符文 跟一個魔力鑽石就行了 那我不曉得我的其他部分有沒有 這邊總共有幾個啊 這邊看這邊 這邊是基本上一樣的配方 只是它中間不一樣而已 這是1,2,3,4,5 1,2,3,4,5 所以總共10個 所以我們在分配上的話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對稱 1,2,3,6個嘛 7,8,9,10 還有一個Dream World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需要 樹,草,魔法,Sensors跟生命 它另外一個是不是也是一樣 對都一樣 所以我們有樹,草,魔法,Sensors跟生命 我好像沒有生命能量嘛 所以我們要補充一點這個生命能量 做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Dream World 但是你剛剛做出來的話它是什麼 Silent Dream World 所以一樣我們要再拿去過一下水 它才會真正喚醒它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們有了Dream World 之後最後一步就是 把它組裝起來 所以它這個的話可以互相搭配 其實這是Thumb Cry的體系啦 你可以任意的搭配這個 這個法杖跟杖斷 但是只有讓這兩個 都是跟Botania相關的組合在一起 才可以發揮它這個Botania最大的實力 總而言之是我們要消耗很多的這個魔力 這個才可以把它做出來 但是只要我們把它一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的身上 然後沒效果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要這個魔力石板 或魔力的戒指 然後它就會開始緩慢的補充我們的VS能量到我們的法杖裏面 各位可以注意看我們左上角 這個每過一兩秒鐘就會回復一點吧 而且是六大元素一起回復一點 當然它也會吸收掉我們一點的魔力 其實吸收魔力還蠻多的 看我們下面的經驗條 所以它每回復一點就會吸收一點魔力 然後我們這個法杖有76%的discount 所以其實也是不錯啦 但它預設應該是90%才對 因為我們用的是這個魔力鋼的障段 魔力鋼的障段只有90% 然後用這個原質鋼的maintain是80% 但是它會混搭我們身上衣服的discount效果 所以算起來是76% 所以其實已經跟我們之前的銀白術法杖一模一樣囉 但是我們這個附加能力就是可以 定時的回復自己的魔力 那你想說這個魔力吸的好快啊 但是你只要想一想 我們之後只要做出魔力手鏡 你說 魔力手鏡我看看它要在哪裏 只要我們做出魔力手鏡 我們就可以達成就是 走到哪裏補充到哪裏的終極目標啦 只要我找出那個魔力手鏡在哪裏 在這邊 看起來它並沒有很貴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做一個好了 好我們來製作一個太拉鋼 把它點下來 看這個速度有多快 為什麼速度這麼快呢 因為我們樓下有 全部滿滿的魔力啊 這些魔力已經全滿了 而且完全歸功於我們之前蛋糕花的奴隸 不過我們合成了一個太拉鋼之後 它又消耗掉不少 所以現在又開始進行自動化啦 所以我們一切都自動化非常好 我們就把太拉鋼放著 我們就可以做出魔力手鏡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只要綁定我們的魔力尺的最終端 比如說這一尺 這一尺是吸收了幾乎附近所有的魔力尺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的魔力尺是永遠保持最滿的狀態 我們就續一架右鍵綁定它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甚至也不用帶這個戒指 我們身上永遠保持最滿的魔力 那這個戒指的魔力我們也不要浪費好了 我們把它排空一下 放到這邊來 放到這邊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 這個法杖就是走到哪補充到哪 那 要真的要說還有什麼不足地方 就是這個法杖 充電的速度並沒有說很快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要每隔一兩秒鐘才會回復一點的魔力 那我們上一集有看過我們 這個Running Shell消耗速度是很快的 但你總比沒有好嘛對不對 應該說以我們現在的科技才力 能做出這個法杖 呦已經算不錯了 哎呀,我們的那個黑暗的力量跑來找我們玩了 但是我有Chromatic來砲塔 好好玩啊 死了沒,還沒 Take that 所以 我們剛剛一口氣吞了一大堆的Warp 所以我們即將要被這個黑魔法神秘的力量給盯上了嗎 這霧氣的話要過一陣子才會消掉 通常是你要幹掉那些 剛才那些怪物它們霧氣才會消掉 但有的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會持續一段時間才會消掉 所以你也不能做什麼就只能等它自己消掉了 然後說到這個Warp的話 我們剛好好像也解鎖了新的分頁喔 就是我們的Aldreach 那這個一開始是隱藏的 你必須要獲得足夠的黑魔法這個Warp 然後像剛剛那樣觸發一次事件之後它才會解鎖 然後解鎖這個之後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出這個東西 有了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來這個 檢測說我們現在身上的這個Warp值有多少 好完成了Sanity Check 然後在剛剛這個研究過程當中我突然又獲得了一個效果 就是啊 你的畫面會變得很亮 然後如果你直接曝露在陽光下的話 似乎會燒起來 但是玻璃好像不算 我們出去看看 現在因為我們有這個火焰抗星的效果 如果把它給取消的話應該就會燒起來了吧 有嗎 似乎沒有 總而言之我記得這個效果好像是 在太陽底下的話會受傷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總而言之我們研究出這個Sanity Checker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出來 稍微來看一下我們究竟現在這個Warp等級有多高 那你知道拿在手上 從我們的畫面左上角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畫面真的好亮 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像罐子的東西 它就會顯示說你目前的這個Warp值 然後看起來有顏色不同對不對 那顏色最深那個應該就是 Permit 永久的Warp 那次顏色比較淡的那個是普通的Warp 那還有一種是暫時性的Warp 那個普通顏色不曉得是暫時性還是普通的 總而言之還會有第三種顏色是暫時性的Warp 那暫時性Warp是可以消掉的 但是顏色最深那個永久Warp是沒有辦法消掉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Warp等級還蠻高的 這多虧我們有這麽多模組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裝越多Thumbcry的附加模組 你要獲得Warp其實越簡單 那也越不好處理就是了啦 那提到這些Warp如果我們要能夠避免這些Warp的話 有很多種方式 包括原版Thumbcry都有自己的肥皂 跟這個鹽 跟這個溫泉 你可以泡溫泉來消除這些Warp 或者是附加模組的方法 像我今天想要試試看是這個Thomic sauna stove Sana就是Sana 也就是三溫暖 有溫泉那當然就不能少了三溫暖 所以做出這個三溫暖之後 它其實CP的感覺還蠻高的 它跟我們說它只需要吃水就好 然後你只要在它作用範圍裏面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Buff 那那個Buff就是其實是Thumbcry自己的Buff 讓你不會獲得Warp的負面事件 好,我們做一個試試看吧 這個是Sana 來享受我的Sana 它應該是要用這個Greywood 我不曉得爲什麽它要用普通木材 來這個回去Greywood 有了Sana浴 我們做一個出來看看 那當然它這個是需要消耗水的嘛 所以說我們 其實我們有方法可以取得水源 方法很多啦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個附加模組 這個 我們可以做一個試試看這個Everfall Urine 這個是可以免費無限生產水源 那這個的話是要消耗能源來生產岩漿 那我們當然是做這個 好,我們做一個出來看看 這個Everfall Urine 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應該蠻眼熟的 對沒有錯,在之後很新版的Thumbcry之後 就變成內建的道具啦 所以不曉得這個附加模組作者 有可能它加入了Thumbcry的製作團隊吧 所以就把這個道具內建了 然後這個東西放在旁邊看看它會不會灌水進來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自己拿Pump來抽 因為這個Everfall Urine的話呢 它是會自動偵測附近有沒有這種Crucible 如果有的話它就會把水灌進Crucible 那它同時也好像支援Bitania Bitania那個那個玩意兒 對這個東西 那它偵測到附近有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會裝水,有了 有了 有了動畫效果 然後它水過一陣子之後就會填滿 所以Bitania來講它其實還蠻方便的 不過我們這裡的話就是 放在正邊 那它抽水的話呢 是要由從上面來抽 所以來看一下我們的Conduit 壓 然後 直接降機就好了 直接降機就好了 Output 它水,其實它水是要從哪裡進來的 哦,有了 所以它 哦,畫面變得好Lag 所以它水要從旁邊 然後正上方的話會是這個動畫效果 那 就像那個 三溫暖一樣 有那個炭火在燒 然後你泡在這個三溫暖裡面 就會獲得個永久的Warp War的效果 那這個效果就是 有這個效果的話 你就永遠不會觸發那個 剛剛的那個 入侵 就是負面事件 但是呢這個桑拿它也不是 那麼的OP 因為你 在泡三溫暖的話 你會有一個效果就是 不斷的扣你的飽食度 而且這個扣飽食度它是 無視你的隱藏飽食度哦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一直在扣 一直在扣 一直在扣 扣得很快啊 所以這個三溫暖 雖然它只要消耗水就可以達成 但第一個它範圍是有限的 第二個它會一直消耗你的飽食度 所以其實 跑快參半吧 如果你泡在裡面的話 會有那個 水的效果 好像流汗一樣 我身上在流那個 不知道什麽的液體 那如果不想要靠這個桑拿的話 我們可以靠其它模組的方法 其實有這種針對Warp的選擇 並沒有很多 另外一個選擇的話 比較好的選擇可能是Botania Botania這個喝藥水就可以防禦 後來我看到還有這個Chromatic Crab的選擇 但這個有點奇怪是 我在測試的時候 並沒有看出任何效果 所以還要再研究 好啦 看看時間好像又要差不多了 今天只能先到這邊結束了 但是我們Thuncraft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其實基本上都是附加模組 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們之後再繼續來嘗試 我們各式各樣附加模組吧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期待下一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各位 拜拜 我們沐浴在這個 三溫暖之下 然後就可以來洗澡 我看起來其實很像在吃肥皂 然後附加一個 摩擦籠 走啦 你會不會被捕摩 我們在做出色情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